1973年,曼哈顿房地产业陷入萧条状态,大量的坏消息,使这座城市的房地产开发严重受挫。 纽约人都在为这个城市的命运担心,然而在特朗普看来,纽约城的困境对他来说,无疑是天赐良机,从前那些好的皮,对他来说,不再是渴望不可及的事。 同年下,特朗普从报纸上得到一条令人振奋的好消息,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委托维克多·帕米利出售西岸河滨60号、34号废弃的铁路战场。 特朗普知道,好运终于降临了,为赢得委托人维克多·帕米利的信任,特朗普把自己所拥有的布鲁克林的几个小公司,改称为特朗普集团,使他听起来显得庞大,而有实力。 事实上,当时他的公司,连一个正式名称也没有,仅在布鲁克里,有几间办公室而已。 第二天一早,特朗普便打电话给维克多,表示愿意买下那些铁路战场,并约定了,在维克多的办公室商谈这笔买卫。 风度翩翩,年轻精干的特朗普,给维克多留下了极好的印象。 最后,他们达成协议,特朗普集团以62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西岸河滨的那两块地皮。 两年后特朗普有了新的计划,即说服市政府买下西岸河滨34号,作为纽约新的会议中心。 这个新计划,就如同特朗普出道曼哈顿,想进入高级俱乐部一样艰难。 然而,艰难并非无望,凡是特朗普认准的事,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达到目的。 特朗普挑选了几名得力助手,为派他们游说主要政府官员。 然后,特朗普隆重地召开记者招待会,会场上,那些被游说的政府官员果然有所转变,提议将纽约会议中心建在西岸河滨34号。 这个提议迅速引起了各方人士的关注,对此提议褒贬不一。 特朗普对反对派予以强烈的搏击。 他强调说,由于经济萧条的缘故,纽约市民对政府持不信任态度,这时如果建造一个新的会议中心, 一定能使人心大振,并刷新政府形象,为重新恢复经济繁荣而起个良好的开端。 特朗普凭借出类拔萃的口才,赢得了众多市民的支持,也赢得了许多政府官员的支持。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,纽约市政府终于决定在西岸河滨34号建立新的会议中心。 当特朗普获得83万美元的收益时,终于长长地虚了口气。 这是他闯荡曼哈顿的第一笔大买卖,也是他第一次独立做房地产生意。 后来他曾反复说,如果纽约市政府不买我那块地皮,那么现在,我可能在布鲁克林收收房租而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